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行轮里繁星花园优化升级工程 明安里将闲置空地规划成邻里公园 以及北安里自然生态休闲园区打造方案 里长提案逐案进行讨论 期许打造南大安北荣新双公园的目标 一进入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里长们热情地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就开始进行座谈 蒋万安表示 去年在里长座谈会上 里长提到南大安北荣新的想法 市府便立刻投入荣新花园的改造计划 去年也有里长提案建议 减免松山机场周边房屋税及地价税的问题 市府也盘点松山机场周边60条影响路段 做出调整 相关整体荣新花园的改造计划 我们都正在进行 也都有跟里长报告 那我们第一 一定会用生态的手法来进行 减少对整个生态富裕的冲击跟影响 第二 我们是用长远的眼光在规划 不是只是看短期 这边修修补补补 更新而已 第三 整个园区有6.5公顷 所以我们愿意投入相关的资源 目前初估 这可以讲大概4.5亿 但是我很愿意来为荣新花 为中山区 来进行公园的改造 我们相信未来这边可以举办各项的活动 甚至至少我们会有四场台北市的 市立交响乐团 还有包括国乐团 都会在这边进行演出 我们希望这边打造成为一个 等于说台北市 双公园 南大安 北荣新这样的目标 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 去年也有里长提出来 关于松山机场周边 希望能够减免地价税 房屋税 后来我们也即刻盘点周边 60条受影响的道路 然后调降我们地段率一级 所以受惠总共有两万八千多户 那另外今天的提案 我也都仔细地看过 有包括小康里长希望 有这个自然生态的休憩园区 还有包括我们俊阳里长 希望将里内闲置的空间 规划为停车场 或是怎么样再利用 各位里长的提案 其实我都有好好的看过 可以做 我们马上来做 我想这绝对是照顾我们中山区 照顾我们所有各里的里民 最重要的方式 所以有些当然牵涉到 可能需要修法 需要跟中央一起合作 但我们都会积极地来进行 来反映 所以我都讲过 中山区大小事情 就是我的大事 明安里里长王俊瑶 提案将里内闲置空地 规划成邻里公园 讲完听完里长及相关局处 说明后表示短中期的规划 可以即刻来进行 明安里其实里内有 将近有十多笔的一个绿地 大小不等绿地 不论是国产署的 或是市府室友的地 那其实因为现在受限于 台北市市有闲置土地 提供绿美化及任养的作业要点 它有一些规范 它里头不能设置一些地上物 固定的地上物 导致说它这个绿地 实际上在使用上 其实有受到了一个线索 那这个部分是未来说 看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去评估做一个修订 也谢谢里长提出来这几块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里长希望达成的 就是571号 就是我们可以即刻来做 原本里长提案是希望做绿美化 但现在我们希望说设U-bike站 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财政局原本跟建管处是有签约 那建管处可以解约 所以下一步财政局就会交由 这个工员处来主折 那再请交通局设置U-bike站 这没有问题解决 那第二个中层里长是希望 有一块应该是576 576 这边相关的绿美化 我想工员处这边参考里长的意见 我们看怎么样来进行 我们把这边看做得更好 那长远里长希望这几块 能够做一整片的规划 但目前因为有两块上面是 有建物合法建物在上面 那有一块是有诉讼当中 这个可能都需要经过解决之后 我们才能把几块合并 做一个整体规划 北安里里长陈小康提出 北安里自然生态休闲园区打造方案 蒋湾表示下半年就会启动规划设计 并朝里长所期待的森林油气方向 我们这个里上有一个非常 经过富裕之后非常好的一个 全国第一两点的建南碟园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 从84年一直到97年这段期间 市政府也投入了很多的经费 帮我们把建南碟园 还有三下的金南山的自然园区 给打造得非常好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然后也缺乏违运的管理 所以说利用率都一直偏低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现在我们今年能够提案 把我们的2.9公顷的建南碟园 还有5.4公顷的 金南山的自然园区 能够重新的再去做整体的调查 然后做很好的规划 再来设计 再来新建 最后能够提出 最后做一个很好的维运的管理 来提供给我们 我们的这个北安礼 提供给我们的大值次分区 为中环 那最后提供给我们整个中山区 的这个礼民跟市民 能够有一个属于专属的 就是自然生态的这个休闲园区 蒋安强调里长反应的问题 能做的他一定会积极来做 而牵涉到需要修法 或是与中央合作的部分 也会积极与中央反应 大家共同的目标 就是希望中山区台北市 能够越来越好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台南美食文化节 在台北知名百货中校馆揭幕 台南市长黄伟哲 到场推广台南美食 让北部的民众 就近藏到台南的首陆菜 近五时间台南精选在地特色名产 与美食优质店家 到台北知名百货中校馆社滩 让民众就近体验台南美食魅力 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到现场推广好味 首日跟特别企划 古都俯城四百风华宴 由台南米其林地比登推介餐厅 东乡台菜海味料理的大陶塞 及竹心居的雍北两大主厨操刀 让北部民众也能吃到原汁原味 道地的台南伴桌美食 尤其今年是台南四百 我们除了在年初 举办台湾灯会之外 在现在五月底的时候 二十八号开始八天 总共能够来 行销台南的美食 非常感谢SOGO 能够支持我们台南的美食文化 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店家 把最厉害最优质的产品 呈现给最厉害最优质的消费地 也就是台北的最优良最好的消费者 台北市的消费者 那这些不仅是鲜果而已 很多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大家能够不仅是快日人口 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 那今年更是突破以往 举办了两场的这个台南美食半桌 半桌 每一场七桌都已经早就秒杀了 没有吃到没有定到没有关系 你只要来台南就知道 那所以说很希望大家来SOGO12楼 走走逛逛看看 吃吃喝喝买买买 都非常的适合 保证让你这个满意满满 而且这个嘴巴也吃的 手上也拿的 然后还可以带回家 那欢迎来到SOGO 品尝台南美食文化 以半桌来讲 事实上台南的毕比登入选 台南的米其林入选 跟米其林毕比登 总共加起来是六二三加 如果你每天三餐都吃米其林的话 那一天三餐 那你要吃二十一天 总共三个礼拜才能吃得完 当然你可以一次 你可以不用一次吃 你也可以分好几次吃 而且你吃到好吃 想一次再吃 来台南通通没有问题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办台南部产展 当时候市长就有跟我们相约 今年是台南四百年 我们还要在台北的中校馆 我们生活中校馆在台湾呢 是有名的百货业的贫校网 最好的才能够放到这里来 那么最好的台南 当然就是在我们这边 连续四年 每一年都获得我们消费者 最高最热烈的期待 市长你知道吗 我们去年台南部产展的成绩 能够比得上一个韩国展的成绩 你想想看 台南实在够赞 那跟各位报告 我们真的很开心 今年我们看到市长 有帅领的团队来到台北 那今年我们很高兴台南四百年 把台南古都的魅力 整个搬到台北来 今年台南四百年的核心价值 我知道叫做 一起台南世界高位 对不对 真的是又有在地的传统 又有国际的胸怀 而且台南有个最棒的行销大使 就是我们的韦哲师长 我知道今年三月才刚刚到东京 去推广台南的这个好物 然后上个星期 我们总统的就职典礼 也是在台南举行 我们的地主韦哲师长 又是要负责招待各国的嘉宾 那所以很高兴 我们四百年的这个特别的台南美食文化节 在我们搜狗举行 市长就亲自带着我们的事务团队 还有台南桃鸟获来 我们可以感觉到市长这个满满的活力 专台湾 带着大家来信销台南 百货十二楼现场汇集台南在地人气名店 包括到台南必吃的拭目与料理 老板手工现场制作香味扑鼻 还有半手里名产凤凰卷等外皮酥脆 内馅吃得到浓香肉松 这些特色美食在台北都能吃得到 它的饼皮平时像蛋卷 可是比蛋卷更薄脆 那经过我们五折之后呢 吃起来的口感是酥脆口感的 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做七年了 那它是澳门的特产 可是我们引进台湾之后呢 我们用我们的材料跟台南在地的食材做结合 像我们的饼皮用的是 纽西兰安加无水奶油跟土鸡蛋 那里面食材呢 我们有西港农会提供的西港灾气芝麻 大湾的花生 然后将军的牛磅 它是用牛磅的纤维做牛磅的丝 这些呢跟我们在地做结合呢 我们觉得相当有意义的 其实我们家是六代人养磅 到我的时候 因为我是第五代 我女儿是第六代人 我们是基业啦 只是说我们在台南的入尔门 通常私募有的人说学家比较好啊 有的人说北门比较好 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水质都比较不一样 它其实我们是比较更靠寒 因为入尔门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郑成功进来的时候 就是推流行起来那个私募语 我们家刚好就是在它登陆的地方那边 从阿嬷阿祖太祖他们那一代就开始养 只是慢慢传承出来 活动期间祭出多重优惠活动 除了限量打卡里外 当日累积消费满额急赠消费礼 还有机会抽中投奖香格里拉双人住宿券 iPad 10 生活小家电及台南特色物产等多样豪力 邀请大家感受台南的美食文化魅力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全国逐渐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根据卫福部方面的统计 肠病毒急诊的人数创下10年新高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宣布 从6月17号起将针对涉及台北市的特定弱势儿童 全额补助肠病毒71型疫苗的接种费用 这个肠病毒的话呢 其实大部分都会自己好起来 但是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会引起重症 那引起重症的部分的话 它主要会造成心肌炎或者是脑炎 那是最重建的两个严重的这个重症的情况 那它会出现一些前驱的症状 包括就是它可能会嗜睡 意识不清楚 那可能说这个会一起持续的呕吐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它是我们吃东西会吐 那可能是比较像胃肠不素 但是我们也吃东西也在吐 那可能就比较像脑压增加 那可能就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是它呼吸会心跳加快 跟心跳都会加快 这可能有一些心肌炎的症状出来 那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就是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肌药型的抽搐 把接儿童医院额衣部主任 进行详细说明罹患肠病毒重症时的 主要症状有哪些 由于肠病毒流行 逐渐进入高峰期 两个月到六岁前的婴幼儿 又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施打肠病毒疫苗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不过施打两剂肠病毒疫苗费用 加起来将近万元 自爆家中三宝成两度感染肠病毒的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 6月17号起将针对台北市弱势幼儿 全面补助肠病毒71型疫苗接种费用 希望一起守护弱势幼童健康 最近已经进入到肠病毒的流行期 那预计这个月底到6月中会进入高峰 那其实卫福部有做过统计 近期我们因为肠病毒而急诊的人次 创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这边台北市我们对于照顾孩子 以及确保幼儿的健康一直是我们的使命 那我也跟陈局长我们讨论 对于肠病毒疫苗的施打 其实是对于预防肠病毒以及后续可能的重症 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一环 大家知道五岁以下的孩子 特别是很有可能之后会转为重症 他们是属于高负责的族群 所以肠病毒疫苗的施打 相关的费用其实也是非常的高 一剂要4000到4300左右 那两剂完整的施打 那就要接近万元 所以对一般的家庭来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自己就有实际的经验 我的三宝 他才一岁半 他就得过两次肠病毒 那当然一次是去年 然后今年又再得 肠病毒其实非常的不舒服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小朋友就是 好像喉咙会有水泡 然后全身会有疹子 那他吞咽都很困难 会痛 所以原本像小感冒 我们就给大家多喝水啊喝奶 他大概会比较快好 但是因为喉咙会痛 他甚至连喝奶都不愿意 那更不用讲照顾的爸爸妈妈或家人 其实也很辛苦 那如果又是双新家庭 那小朋友如果有送去脱嬰 脱幼 如果班上又必须停课 或小朋友生病 他也没办法到学校 其实对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也基于此 我们特别在今天跟大家宣布 台北市我们对于相关的对象 给予肠病毒71型疫苗 补助免费施打 台北市卫生局长陈彦元 也进一步说明 肠病毒71型疫苗接种的 补助对象条件 初步估计将有800名幼儿受惠 针对刚才市长提到的 我们台北市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的孩童 来进行所谓的补助 包括低收 喊病重病的儿童 还有脆弱家庭的儿童 还有刚才市长提到的 关于关爱之家的一些院童们 我们给予补助 那只要系带相关的一个证件 包括像说儿童健康手册跟健保卡 到我们台北市的特约医疗院所 长病毒接种的一个特约医疗院所 那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一个疫苗的接种 卫生局方面表示 目前长病毒流行已经进入高峰期 不过暑假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高峰 他们会持续观察疫苗供应情况 以评估是否要扩大补助 台北市长病毒疫苗补助 一起守护幼儿健康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台湾即将要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老人福利关怀协会今年起 积极协助长者活络社会参与力 开办乐龄共学堂 透过创意老化的过程 重新遇见美好的自己 15位平均年龄70多岁的长者 起居一堂手作植物拼贴画 成员中有阿公阿嬷 甚至还有已经当阿奏的长辈 拿起剪刀来毫不手软 俐落地剪出花朵 枝叶拼凑成一幅画 并开心地与自己完成的作品合照 这是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举办的乐龄共学堂 与问华区和平里无数分里长合作 邀请礼上长辈走出家门 参与社区共学 对我们老人家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样子对我们很 有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延缓那个老人痴呆 这样对我们很有帮助很好 手部很有运动到 因为本来拿笔会不稳 有这个机会 这样拿笔拿剪刀 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 大家你看你们那个 志工那么多 还有老师还有大家同学都是 大家很热闹 就是这样开心 因为现在有年纪大 就是在家也没事做 整天跟着电视讲话 所以出来就出来有活动 就出来参加 这样子比较好 比较不会老化 手脑并用 手做这个之前没做过 就回到好像以前小学的时候 做那个劳作 蛮好玩的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想要筹办 所谓营法世代的活跃老化计划 今年五月已经正式开始了 第一站就选择在万华 因为万华是一个老年年口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例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就是万华 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 那所以我们第一站就设在万华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有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长辈 我想这个因为现在工商社会的时代 很多长辈退休之后 都是待在家里面 那这个会造成失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增加 可是失事年纪的一个下降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健康的长辈 或者亚健康的长辈 都能够走出家庭 能够走出家里 能够重新融入这个社会 来减缓他们的这个 延缓他们这个老化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文化的传承 或者在文化的保留部分 能够做一些绵薄之力 其实我们有很多台湾的一些 很好的一些传统或者文化 可是在一步一步的消失当中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万华 大家知道说嘎拉那个地方 五十年前是一片竹林 那竹林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竹子 那其实竹子就有很多的周边的一个产品 以前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竹边的东西 的篮子 那种所谓的竹边的篮子 或者是说我们竹笋没有吃完 我们就会用晒干的方式变成是笋干 可是这样的文化其实已经不见了 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万华这个地方 以前是一个河港的一个城市 那时候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所谓的茶室文化 我们台湾说地点 可是早期的地点跟现在的地点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 透过我们这些长辈走出户外 能够把他们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或者他们的一个文化 他们所认识的文化 能够保留下来 这样子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保存 甚至将来的再推广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协会希望说 未来能够除了让长辈走出家庭 能够重新融入这个社会以外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台湾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跟保留上面来做一些努力 拼贴艺术创作课不仅是让长辈能完成一幅作品 创作期间简单的手部运动能延缓肢体老化 同时训练脑力 激荡出不一样的形状颜色来装点作品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就是拼贴 然后是先画 然后再剪贴这样子 然后其实可以运动到长辈的手部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你只要多动手嘛 然后用剪的去放松一下手这样子 因为我原本在准备这场课的时候 其实蛮担心会不会太 做得太困难 然后所以就是有一直想要把它简化 但是长辈们的反应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能做到的程度 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好 我们这次主要是用植物 然后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用真实的植物 然后可以去用他们自己的创意 然后去改变 然后去把很多原本的形体 都更几何的状态去表现出来 这样可以运用他们自己的创意跟美感 来参与的长辈其实不一定 那一般都是只要他们愿意出来的话 只要是符合他们的活动 只要愿意出来的话 我们都很欢迎他们走出来参与 他们可以告诉他们的长者朋友 邻居 然后跟他们讲 他们来出来参与活动的心得 然后也会劝他们说 劝邻居长者说 你们也要一起出来 这是他们给我最好的回馈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65岁以上老人将高达近500万人 老鞋除了持续关怀全台更多弱实长辈 也让健康及亚健康长者健康富能 参与经营地方创生文化传承及轻盈共融的活动 提升生命价值 老人奴隶关怀协会 乐与同学方 乳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平均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因此立法委员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嘉玉召开记者会 共同提出乳癌筛减年龄下降至40岁 提供医疗性动软补助 以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胃教 可进行这三项主张 与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代表高呼口号 在母亲节前夕 立法委员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嘉玉特别召开记者会 会议政府下修乳癌筛减年龄到40岁 做好早期预防守护女性朋友的健康 110年的时候 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同时乳癌在十大女性癌症当中 也高区女性癌症的第三位 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111年总共有2834名女性 不幸因乳癌而离世 每天大概有7.7名女性死于乳癌 所以面对死神的禁逼 我们国家的政策 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调整 提供女性足够的保护 特别是乳癌医学会过去就指出 国内乳癌现在已经呈现M型化的发展 特别是乳癌近期在年轻族群 发生率最高率的癌症 耗发率其实都远高于欧美 我想这个数字或这样的说法 让外界非常惊讶 原来在台湾 我们的乳癌的罹患年龄下降 还有包括我们罹患乳癌的年轻女性 也高于欧美 所以未来无论是调降 我们现在公费筛减的年龄也好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目前筛减的政策 只提供45岁以上 或40岁以上 家庭有这个乳癌的病史 才有提供这样的公费筛减率 所以未来如何去调整 所以是我们今天开记者会 最主要的目的 本山市妇产科医生 及不应证专家的陈清辉 除了支持乳癌筛减厘下修外 更进一步呼吁政府提供经费 补助民众因为医疗需求的动卵作业 与因应越来越严重的烧子化问题 至少有30多个国家 已经透过政府的经费 来挹注民众因为医学理由 所衍生出来的动卵支持措施 医学理由就包括 这个早发现的卵巢衰竭 家族遗传卵巢衰竭 以及很多年轻的 癌症病友的生育保存 在去年卫福部5月4号 其实有提出一个动卵补助可行性专案报告 有白纸黑字的跟国人说 参考各国政策 如果要补助可以优先评估 有医疗需求的动卵 但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 何以政府都还没有启动评估 如果评估下来可行的话 至少明年编列预算就可以尽速解决我国小子化的问题 也是晚婚生子的张家俊强调 近年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他也赞成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同时支持因为医疗需求而影响生育功能的病友 政府应该给予动卵经费补助 我一直自以为年轻错过了动卵的最佳时机 所以长了很多的苦头 所以我在这里以我个人的经验 也呼吁所有女性 年轻女性能够及早来动卵 那为了避免乳癌的治疗 错过生育的这个黄金时期 我极力主张经过医生评估 因为治疗而影响生育功能的年轻病友 政府应该提供动卵相关的补助 增加并有更多的弹性 还有自主权 确保他们生育的平等权 三位都已经为了母的立委强调 健康是送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回政府紧速落实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提供医疗性动卵补助 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味教可净性 这三项政策倡议 更全面的照护妇女同胞的健康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明年5月17号起 将在台北市等6个县市展开各项竞赛 赛会吉祥物Strong壮宝 5月9号正式亮相 双北市壮运吉祥物时装壮宝 开心的进场并与多国驻台使节 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安等人及掌庆贺 可爱的壮宝还在台上秀一段 代表满满活力的时装poster与大家互动 距离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剩下一年的时间 吉祥物壮宝正式亮相 以主办城市台北市与新北市的北志 为设计发想 用代表信任冷静与团结的蓝色 及象征热情与活力的粉红色交织 希望传达运动舞界人生无限的赛事理念 2025时装运马上就要到来 明年的5月17号开始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倒数 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亮相的吉祥物 Strong 英文名叫Strong 就是非常强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北的字样 代表着我们这一次主办 台北跟新北 双北共同来主办市装运 而且我们总共跨了六个县市的比赛场馆 那另一方面 这一次我们市装运 目前已经累积报名超过万人 从而在上一届 就开始跟台北市发动 要举行世界壮林运动会 那今天要推出我们的吉祥物壮宝 因为离我们比赛时间只剩下短短的营养 那赚宝其实就是一个吉祥物代表两次合作 也代表这一次在比赛过程的当中 代表的是什么的意义 不但是我们要团结 要冷静 要有信心 更重要充满了热情跟活泼的力量 所以借着吉祥物的发表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报名 而在网路中文争名活动过程中 出现不少有趣名称 其中更有网友提出谐音梗 阿姆斯状 让蒋安与侯友宜大战超有创意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有提议 然后也有很多建议 的确有些蛮有创意 比如说我觉得 在过几天就母亲节 其实可以叫阿姆斯状 阿姆斯状 也蛮有意思 蛮有创意 那侯市长的阿姆斯状 是最大的 斯状 这个最壮 能够参加四壮 因为都是一个身体非常棒 健康 又有一个喜悦的心情 所以孙心灵一定最强壮 除了可爱的吉祥物壮宝 或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为全球最年长羽球选手 高龄103岁的林友茂 也出席记者会 已经报名 斯状运羽球项目的林友茂 更在现场示范 揭发羽球的正确知识 号召大家一起来报名参赛 希望各位 多多参加运动 因为人类健康产兽 运动第一 第二 这个 多唱歌 多跳舞 这个都是健康运动的 所以我要希望在座 努力一点 参加国主运动 然后有一天 打破林友茂 103岁的记录 好不好 好 好 2025双北四状运 共有35项运动项目 只要连满30岁即可报名 除了个人赛也可以组队报名 预估将有超过114个国家 将近4万名选手教练及家人来台 6月17号前报名还可享有七折优惠 欢迎国内外热爱运动的民众 一起来报名参赛挑战自我 记者张气滩台北报道 台南顶级的预警芒果礼盒预购 导入百货服务平台 跨境直送日本 台南市长王伟哲特地北上行销台南芒果 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 也能品尝到来自台湾水果的美味 芒果凉面香甜奶酪 独特香气料理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获得多项厨艺奖的有心冤的作品 选用台南顶级爱文芒果入菜 推广台湾食材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北上到百货 行销台南芒果 即日起可以预购直送日本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我们台南市最强的微风广场 微风百货 微风超市 一起来为我们台南最优质的预警芒果来站台 那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在东京食品展的时候 就有深深的感到一种氛围 就是日本的消费者跟日本的好朋友 他们对于台湾的芒果 尤其是台南的芒果 非常非常有好的印象 而且是非常喜爱的 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这个 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那谈到要送这个芒果 其实他们眼睛都非常亮 那所以说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借着我们联新合作社 它所生产出来的最优质的台南芒果 能够透过我们最强的通路 微风超市 微风集团 能够送到最好的朋友 日本的好朋友这个手中 因此呢 现在开始开卖 开吹 那但是我们希望说 接下来日本的消费者 反应就非常非常热烈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最好的芒果 能够送出去 那因此呢 我想各位好朋友 现在优惠价应该是蛮不错的 而且还有送这个果干 所以要买要快 要送要快 那这个香要插在前面 这个梨要送在前面 所以把这个时候最优质的芒果梨 送给最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微风超市 我们引进了欧美日 最精致的商品 跟我们消费者的选用喜好 那每年也跟我们日本的各县市政府 合作日本的物产展 然后引进日本精致的食品 也促成了我们台日友谊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正当我们台南的芒果风靡日本之际 我们微风引进这个最顶级的 也是精品中的精品 顶级中的精品 我们台南的玉井 爱文顶级的芒果礼盒 跟我们那个消费者在微风超市 还有Brice Online预购 能够持送日本 让日本的亲友能够品尝到 第一名的精品芒果 非常的棒 那也很荣幸的 我们跟这个获得我们永续散农奖的 的小农 认证的小农合作 也证明了就是把最顶级的芒果 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也落实我们微风支持永续 农业的一个企业精神 新果生产福射社自从成立以来 一直在推广安全优质的芒果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植物医师的 那个评管之下呢 我们也通过了产销履率的Plus 我们也通过了国际验证 GGAP的国际验证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外销日本的公口员 我们也外销到日本 在日本也生活好一点 那么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跟我们这个微风来合作 那么把我们台南的最好的芒果 通过微风的预购的管道 不管是通过电话 或者是网路订购 或者到微风来逛高市 到现场订购 都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我们的台南的芒果 送到日本的客户的手上 我相信我们台南芒果独有的 香气跟口味 一定能够得到日本消费者的喜爱 那在这边我们也要 这个我们年轻也会不断的努力 坚持我们安全优质的芒果 那么来做这个稳定的供货 来满足日本跟台湾的需求 跨境直送的方式 让更多国际人士 享受台南优质水果 为台南农民带来更广阔的市场 黄伟哲也自豪台南水果的品质 展示台湾优质水果魅力 我们在日本韩国 还有这一次去年开始 开拓的新加坡市场 我本来以为说在新加坡 因为它是热带国家 而且它旁边 马来西亚印尼很多热带的水果都很多 但想不到新加坡的消费者 因为台南的这个国品是非常好的 像以我们春季低季的这个凤梨 我们在新加坡得到很好的好评 那现在芒果在新加坡 已经东南亚市场都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上个前两天 才刚有低贵的这个凤梨送到纽西兰 是纽西兰开放台湾的凤梨送到纽西兰之后的第一贵 就在台南的凤梨 那接下来下个礼拜有第一贵的这个凤梨要送到澳洲 所以纽澳东南亚都很接受度很高 因此呢我想是我们是乐观的看待这个未来的市场 但是传统最好的 因为日本跟韩国都是高端市场 他们的消费者对于高价高端高品质的台湾芒果 接受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透过最好的微风广场 他们的这个通路已经非常成熟 那能够把好的水果送给好的朋友 那是最好的事 顶级艾文芒果礼盒选用第二届永续山农奖认证供应的高品质芒果 且预购前100名还送限量芒果干 期许扩大台湾水果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已婚上班族的女性认为 台湾的职场环境对女性的友善程度非常低 以1到10分来说平均只拿到4.4分 其中有超过5成的女性给出5分以下的低分 用流利英文处理订房业务 有4个子女的刘小姐曾经做过订房网站管家 拥有多项技能 但婚后面对工作与家庭冲突时 她选择以家庭为重 因此只能做兼职工作 目前每个月1到2万元的收入 只能靠省吃检用度日 因为我25岁就已经进入婚姻了 所以说在很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我还是选择回归家庭 照顾自己的小孩 当然进进出出服务业很多年之后 我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雇主 那她在我的社区里面 做了一个民宿业的工作 那我很幸运因为念大学 所以英文还可以 可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也是我人生一个 很不错的工作想念 那做了五年之后因为疫情结束 对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在离开这个工作之后 又去学了美容 考上了美容师 但是还是因为某些因素 我又回归到服务业 现在在服务业里有兼几份工 我自己是蛮尊重雇主的 我觉得只要我自己不能配合 或是我觉得因为 只要有家庭因素 我就会选择离开职场 那当然现在很多年轻女性 可能会因为为了保住工作 会做了很多自我牺牲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因为毕竟工作是可以取代的 56岁的黄小姐 担任社区总干事一职 十多年前离婚成为单亲妈妈 带着三个小孩选择担任房仲 就算蜡烛两头烧 也努力撑过来 我大概是在接近40岁的时候 因为先生其实在婚姻当中 所有的经济压力 也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在他外遇的时候 我们就跟三个孩子商量 就毅然决然的离婚 我的工作一定是要时间弹性的 我可以事业跟家庭兼顾 所以我们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一定是找这种时间弹性 然后可以随时小孩子 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又可以马上资源的 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我到了台北之后 我就找了一个防众的工作 蜡烛两头烧 因为你必须顾及你的工作 你必须要赚钱 然后又必须照顾小孩子 有的时候在小孩子生病 或是有一些学校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特别的辛苦 因为孩子一生病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收入的方面 因为我必须拨更多的时间 来照顾孩子 所以我就在我的工作的时间 赚钱的这一方面 就必须取舍 小孩一岁多的米林 在半年育婴假即将结束前 被准公托放鸽子 米林只能临时向公司申请延长育婴假 在延长育婴假期间 幸运排到准公托 也顺利重返职场 之前其实是想说育婴留停完之后 然后就是要让他去上课 就是要去找准公托 然后那时候就是半年请完之后 他就说 就是他那间准公托说 他还有就是名额 然后等到我快要回来职场上班的时候 就是再打专案去确认 他才跟我说 你可能要再等个五六个月半年以后 才有可能有名额 反正我就是被放鸽子 那还好就是公司还愿意 就是让我再继续请个半年 其实那时候 对就是要延长的时候 跟主管讲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很怕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同事的工作或是什么样的 那还好就是 我们这边的主管就蛮体谅的 就是有让我就是 好你就是继续请 请到你有让他可以去上课之后 你就再回来上班 因为之前有听说 就是预婴假会变成 可能比较可以请个单独一天两天 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实行的话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 因为现在都是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 预婴假才会被准许 那现在可能如果可以一天两天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友善一点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已婚上班族女性认为 台湾职场环境对于女性的友善程度非常低 以1到10分评分 平均只有4.4分 更有5成3因为怀孕生子 受到来自主管或同事的不友善对待 女性上班族更认为 一旦站立职场 想要重返职业生涯的难度为6.4分 那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发现 其实台湾的职业妇女 对于台湾的职场环境 好像不太满意 他们认为台湾的职业职场友善程度 10分只有4.4分 那更有54.7%的妇女 投下了5分以下的低分 那当中有5成3的人表示说 曾经因为怀孕生子 遭到了公司的刁难 他们认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在职场上感觉到最大的压力来源 可能包含像是临时请假 可能会被为难 或者是他担心生完小孩之后 没有办法重返工作岗位 或者是同事主管的态度不太友善 影响到他的考基 或者是他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性 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 那我们也询问了这些职业妇女 他们认为二度就业 重返职场的困难度 大概有多少呢 那10分里面 他们平均给出了6.4分的高分 那当中甚至有8%的人认为说 重返职场的几率几乎是零 那根据了国发会的数据 其实也显示 在2022年呢 台湾有33万的职业妇女退出职场 就是为了要照顾老人跟小孩 那其中为了照顾12岁以下孩子的比例呢 大概有22万人 可是反观男性只有2000多人 所以可见这个比例悬殊是非常大的 那职业妇女我们也询问了 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条件 他们会觉得是幸福职场呢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钱了 只要年终跟奖金有给到位 他们觉得这是幸福职场 那排名第二的呢 他们则认为 如果跟同事之间的相处融洽 会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职场氛围 其实近几年啦 因为职场缺工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企业呢 在对待女性重返职场的态度 可能也会更加友善 那再加上近年来 其实蛮倡导男女平权 或者甚至ESG等等的 那如果让你的职场环境 变得更加幸福 其实是可以留住更多员工的 所以很多企业可能也在逐步调整 他们自己对于女性啊 请育婴假的态度 或者是对于女性友善职场的 环境打造等等 其实近年来是有逐步在提升的 通常企业里面呢 可能会有比如说像HR 或者是一些行政体系的申诉管道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女性觉得 自己在职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 可以先寻求公司内部的协助 那如果真的在公司内部 没有办法获得帮助的话呢 其实在劳动部啊 或是劳动局等等 都可以有一些申诉的管道 让女性来参考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其他国家女性劳参率 同样会因为照顾家庭而下降 但过几年会重回劳动市场 呈现双峰曲线 但台湾女性的劳参率 则呈现回不来的下滑趋势 可以看出台湾女性 在重返职场的二度就业路上 面临更大的挑战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无党籍市议员陈冠宇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质询市长谢国良政策不明 市长谢国良指出113年的追加预算 和114年的年度预算都不会编列摩天轮的建设费用 另外车辆产业 加年华也不推了 无党籍市议员陈冠宇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质询市长谢国良 对于政策不明 包括港警摩天轮的预算还要执行吗 2.4一等港警摩天轮 市长我知道你有发过新闻稿 但我希望你等一下再公开的回复市民 我是一个无党籍的议员 我没有做任何的政治攻击 我就是真的不希望 穷是只有电动车 我的预算编列 我的施政形象 全部只剩电动车了 2.4亿的摩天轮到底会不会往下推 或是市府或是市长 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11.14亿的电动车免费送 我在市长市政总质 最后一天花了最后三分钟 仅存了三分钟 那时候提到现在电动车政策 已经以往不同了 去年因为执行效果不佳 大家抱怨的要死 但是现在我已经送出了8000多台了 它能不能缓一缓 施政顺序能不能做调整 我希望等一下市长 如果没有办法太肯定的回复 至少让我知道 让市民知道你有在评估这件事情 我如果要再盲目投资电动车的相关补助 我可能还要再花20亿或19亿 这个回到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每年我要增加的社福支出 根本就对不上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包括在113年的追加预算 和114年的年度预算 都不会编列摩天轮的预算 但是未来或是在市长任期内 会不会编列呢 谢国良占不承诺 我们已经有公开对外宣布 就是在113年的追加预算 以及在114年的年度预算 我们已经没有要把它纳入在里面 那我觉得我就先说明到这里 那是不是说永远不纳入 或者我的任期内不纳入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我们去做滚动式的调整 那大家觉得如果国门广场 并不是很适合我们也虚心接受 我们也觉得说未来的其他的地点 如果能够有机会在未来的时间点 再跟未来较为适合的地点 再做考量的话 那那个时候再做打算 简单来说就是113年的追加预算 以及114年的年度预算 我们是不会把它放进去的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指出 包括车辆产业佳年华 也考量到大家的观点 也不推了 那包括车辆产业佳年华 因为我们也考量到大家的观点 我们目前也是 车辆佳年华 我们还在评估中 目前还在评估中 没有要继续推 没有要继续推 市议员陈冠宇指出 目前机动市对外的施政形象 只剩下电动机车 机动市已经从友爱城市 变成电动车城市 电动车补助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 机动的形状 完全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是电动车城市了 完全 我现在对外的所有施政印象 全部都电动车 我看到这个之后我非常的难过 就我好像已经 只剩电动车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的海呢 我的山呢 我的友爱城市呢 这个是在杨育新处长在回复 市长事业务报告时候提到的简报 我其实有认真看 我看了我很感动 现在时间还有限 我讲一个故事 我在去年的时候 跟杨育新处长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杨处长问我一个问题 杨处长问我说 冠宇你相不相信 就是我们可以办到友爱城市 我们可以将基隆打造成 亚洲最友爱城市 我那时候直接回答他说 我不相信 我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相信 我看到现在 基隆市已经成为电动车城市的时候 我真的更没有办法相信 不希望大家想到我 就是怎样电动车 但是如果电动车 因为我们的推动 而成为基隆普及率最高 甚至在中央推动 这个近零碳白的过程中 效率不张 反而我们一只独秀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例外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电动机车的普及率 因为我这种政策变得很高 那我觉得也没有 什么太不妥的地方 因此建议市长谢国梁 能够整体考量 评估财政预算 调整施政的先后顺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Peterson 总が三分会 安排 非常感谢 提醒您 単一轰卦 死 diye 我们还要 接着 小军 维米 请四张 会 by 吹 请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么讲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收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